大家好,欢迎来到无人机课堂 本期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飞控的调试 调试的视频会分为多期进行讲解 请对飞控调试感兴趣的朋友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避免后面找不到更新的视频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飞控的调试主要是感度的调试 感度又分为基础感度、控制感度和灵敏感度 我们先看基础感度 基础感度里面有修正和阻尼 横滚和抚养的修正主要是调节飞机的姿态控制 是回中和打杆操控的修正力度 如果飞机出现软弱无力的情况,则应该调大 如果飞机出现比较僵硬、动作浮夸、抖动,则应该调小 横滚和抚养阻尼,这个是用来调整飞机的姿态控制 用于抵抗外界的扰动 如果飞机的姿态出现高频抖动,则应该调小 如果飞机动作比较僵硬且小动作比较多,则应该调大 偏航 用于调整飞机的偏航控制 如果飞机出现机头锁不住的情况,则应该调大 垂直 用于调整飞机的高度控制 如果出现高度来为抽动,则应该调小 以上就是感度调试的基础感度参数的介绍 基础感度也是飞机调试姿态比较重要的参数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下期我们讲控制感度的参数该怎么调试 大家有什么疑问,欢迎留言 最后再次请对飞控调试感兴趣的朋友 关注一下视频号,点个赞 谢谢,我们下期见